2014年11月30日 由黃牧師分享《2012榮耀盼畫望號外篇信息》 當中包括10點Freemason對付香港的方式 第一點是自以為的創舉 Freemason教育別國人民以抗爭方式爭取民主 以飛身先士 哪一度經過數十年精心設計 可以成功推翻別國政權的方程式 目的是讓別國的人民自以為自己以抗爭方式爭取民主 便在製造歷史一同成就創舉 非常有意義和價值讓人充滿優越感 但是這些創舉在Freemason推翻其他國家的政權的時候 也曾經發生 原因這些創舉正是Freemason推翻別國的第一步 以埃及為例 埃及經歷穆巴拉克長達30年的統治 但是受2010年的中東莫里花革命影響 2011年1月 埃及也出現示威浪潮 2011年2月1日 高達100萬人示威遊行 要求穆巴拉克下台 穆巴拉克也在十多天後宣布辭職 其後到2012年6月 提屬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勝出總統大選 順利上台 但是一年之後 對比穆巴拉克在位時曾有100萬人示威 2013年6月 則有數百萬人上街示威 要求穆爾西下台 7月 示威人數更增至1400萬人 又舉一例 2004年橙色革命 源自11月21日 阿魯科維奇勝出總統選舉 其後 數十萬人上街示威 抗議選舉舞弊 最後 由先科勝出 但是數年之後 阿魯科維奇在另一場選舉再次勝出 在2013年的另一次橙色革命中 人民發起至2004年以來 最大型的示威活動 對比上次數十萬人的示威 這一次 卻有上百萬人上街 反對親俄羅斯的總統 阿魯科維奇 最後 阿魯科維奇被推翻 流亡於俄羅斯 參與這些爭取民主運動的國民 都以為每次運動的聲勢更浩大 得到更多人認同 更多人參與 就是一次 有一次地製造創舉 製造歷史 但是十多年後卻發現 他們所作的 反而使他們成為歷史罪人 就是將自己國家 不斷推向深遠之中 現時 香港的走向 正正步入同一個 Freemason所設計的歷史循環當中 全民族 建議 全民族 全民族 各地製造